我上個禮拜在北京當時去了一個MU-1 Conference 那裡就有個聯合國的專員說這本書《Sapiens》 整班房裡都我跟另一個先生看過 他就說可以來做委員 之後我不是去找他 他就當時發現我只有十三歲 他說我小時候 然後叫我去理學院做義工 我叫YerenC 我的名字是Hillary 是J.Tedon 和我來MinerMiners的CEO 我想最困難的事是在開始 你會有這個大問題前面的項目 但當你第一步 就馬上變得更容易 Hillary就十一歲開始創業 我們讓孩子們一起聊天 和一起學習 所以 我們現在有超過四十個國家的小孩子 在我們的APP上面 那APP裡面就有些不同的chatgroup 讓我們選擇個語言和個topic 這些小孩子全部都是不同國家 有些在瑞士啊 美國 因為媽媽的朋友在那裡工作 我就看到這個比賽 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去了參加 我就贏了第一名 我就自己三次喜歡做幾件事 第一就是喜歡按摩的APP 如果我不是很認識這件事 都會問問他們怎麼想 還有他們有個事會 解釋一些東西給我聽 而我就很喜歡去辯論 和做MUN 其實是給互相互 人 人們是強調地抵擋 人們 必須為民主 那些群 我必須跟他們 跟著 我最最最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看書 這本就是 The Life of Never Letting Go 這本就是 人類的原本 這個叫書 然後這個是The Lean Star 我覺得最難接觸 就是我年紀那些小朋友 我年紀那些小朋友 有時有點無聊 他們這種年紀 經常都說男女的東西 又很喜歡說化妝 明星 在年七年 我真的不是最最有名的 因為 我好像有點困難 他們沒有那麼喜歡我 因為我跟他們 是很不同的 直接兩個世界 搞到我當時很難過的學校 我現在做著 Homeschooling 即是我在家裡 自己會學我需要的東西 如果我現在看 Poor War 那個官司的韓戰 我就可以真的看 Cube那個Mistar Mistar 為什麼會出來 會不會 Ironically my social life has been way better than it ever has been Now I get to hang out my friends before debate make new friends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I get to meet up with so many other homeschoolers 我最想感謝媽咪 因為她全程都在這裡支持我 如果沒有媽咪支持我 肯定做不到 My friends have always taught me to be very creative and curious I think that to innovate you always need creativity and that stems from curiosity So I guess having that capability has been my biggest advantage Thank you